苍翠的小新安林上 珍稀动物与山林之王毗邻而居 这是一只熊性的原始 你可以看到它的鸟牙 也有大多数人选择避开的动物再次出没 这是熊的分别 它应该有两三天了吧 两三天 所以我们应该是安全的 小动物的无心之举 可以造就奇特的参天大树 实际上这是两棵树 这个就是应该当时是松鼠的行为 茂密的森林 构建着野生动物的天堂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国家自然保护地 探秘山林之王的回归之地 正在播出 小新安林 纵管赫龙江省中北部 它与大兴安林携手 在中国版图的最北端 创造了一片绿色海洋 不同于秋季的色彩斑斓 和冬日的银庄素果 盛夏世界的森林清爽通透 雨水冲刷后的青绿 阳光照射下的纹纹绿 岁月磨练出的苍绿各成缤纷 渲染出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 林中的野花 湖泊的花莉树 甚至连某某蟲 都在用它们最高调的色彩 喝着溪水欢快的歌声 展现着夏日小新安林的 补补生机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设置组来到了 黑龙江朗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这里地处小新安林南路 是以红松原始林为主的森林生态系统 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5% 剩下的林区天气变幻莫测 经常在蓝天白云的时候 就突然飘来一片乌云 然后下起一场大雨 一天的天气就在晴雨中不停地转换 也让人感觉十分地凉爽 我周围的森林非常茂密 良好的植被 也给野生动物创造了 很好的栖息环境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朗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走进野生动植物的家园 黑龙江朗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小新安林南路 红松故乡朗乡镶镇境内 因为小新安林整体山势 北地南高 所以这里地势较高 半圆河 巴兰河 西南岔河 等百余条大小河流 从这里发源 最终注入汤王河和松化江 我们是这组来拍摄时 正好赶上黑龙江省科学院 自然与生态研究所的专家 在这里进行野外调研 跟随着专家和护林员 我们走进了核心区的原始森林 一进到森林里面 整个人一下就静了下来 我现在耳边只能听到风吹过树叶的声音 和一些滴滴切切的流水的声音 有一种缠造淋浴镜 鸟鸣山更幽的感觉 朱博士 像您一般来这森林里面 都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 这个区域的生境和动物状况 因为我们想把这里 作为小仙岭南部的一个 核心的生境区域 我们要了解这里的生境基础状况 要了解这里的动物的情况 然后最终我们是否适合 让东北虎重新回到这个区域来 朱石斌 是黑龙江省野生东北虎 保护方面的专家 近几年一直在做 中国东北虎历史分布区域调查 和种群恢复研究 历史上 小仙岭地区 曾是东北虎分布的中心区域 但因为受到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干扰 20世纪80年代 小仙岭地区一度难觅东北虎踪迹 近几年 随着小仙岭岭森林生态系统的逐渐恢复 东北虎开始回归 他们本来的家园 2018年 朗湘保护区附近 曾两次发现东北虎的足迹 那适合东北虎齐齐的这个区域都需要具备哪些特点 东北虎齐齐 想要东北虎一到这里来 我们要主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需要有很少的人为干扰 因为它对人为干扰还是比较敏感的 包括它和它的猎物种群 然后第二个是它需要有足够的猎物资源 它得有足够的食物资源来吃 还有第三个就是这里要有一个平衡的 完整的一个生态系统 这也是我们在这里做研究的一些主要方向 东北虎要想在一片森林中长期生活家居 远比想象中困难 朗湘保护区附近虽然曾发现东北虎的足迹 但要想确认这里是否适合东北虎定居 还需要对这里的动物和植物资源 进行进一步调查监测 2017年 猪士兵在这里布设了40台红外相机 虽然尚未捕捉到东北虎的身影 但其中一台在2019年意外拍摄到了 另外一种并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圆蛇 当时就是这台红外相机发现的圆蛇 那当时是发现圆蛇在这附近做什么呢 就发现它从这块走过了 一个路过的地方 对 一开始我们也非常惊讶 因为这块说实话它并不是圆蛇村 所以它出现的这块我们也感觉很奇怪 所以这只圆蛇是从别的地方种群扩散过来的吗 还是本地本来就有的呢 它应该是有可能是就是本地的种群 随着种群的增加 新的个体需要向外扩散 需要找自己新的领域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它路过了这里 我们推测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圆蛇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也是东北虎的食源之一 这台湖外相机拍摄下来的圆蛇 是近几十年来 小家里邻居首次发现野生圆蛇 它们数量稀少 警惕性高 在野外极难被发现 这台红外相机也只是拍摄到了一张有些模糊的背影 圆蛇本质上是一种山地动物 对人为干扰非常敏感 喜欢生活在海拔六百米至一千米以上 人气罕至的山地森林 而这台相机虽然位于四米深处 但是海拔较低 地势也相对平坦 那像在这片区域除了拍摄到原射之外 还有没有拍摄到其他的动物 在这个相机点上呢 我们拍到的动物还挺多 从大的到野猪袍子 到小的狗欢都拍到了 这些动物都生活在这一个地方呢 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比如说野猪 它更多地吃一些浆果 坚果和地面的草类和根茎 跑着呢更多地去吃一些这个植物的楞枝芽 楞枝叶 狗欢呢 它会多吃一些这个昆虫类的食物和这个果类的食物 它们在自己的这个活动方式和那个食物资源上 都是互相有一定分离的 所以它们呢 共同地生活在这一起 在小新安岭夏季 风美的森林中 层次丰富的美食吸引着各式各样的食客 刨子和野猪是东北地区最常见的有题类动物 也是东北虎的主要捕食对象 它们常常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保护区内的各个地方 野猪的家庭通常十分庞大 刨子的群体组合更加多元 有的母子三人同行 有的成双成对出没 还有独立行动的 中士兵介绍 在这台相机之后 保护区内的另一台红外相机也拍摄到了元舍 幸运的话 在那里我们还有可能遇到元舍或其他野生动物 满怀着期待 试制组在它的带领下向另一片森林进发 离开这片森林 跨越过宽阔的巴兰河面 我们来到黎舍山的山脚下 朱博士 我看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地貌上 看起来又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里也是元舍七星的地方吗 这里这块还不是 因为这块是山脚下 然后元舍不喜欢这种杂木林 然后当我们翻过这一三角之后 到达山坡那块是元舍活动最频繁的区域 那我跟您马上走 行 好 在十多年的拍摄中 我们远方的家世这组也曾爬过不少险峰峻林 但小新安岭这座海拔不足500米的山坡 却着实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这里坡度大 泥土也因为雨水而变得松软 时不时还有岛木横在必经之路上 这让我们向上攀爬的每一步都异常艰难 为了避免摔倒 常常需要手脚并用 其实换着这个山一点都不高 但是开始往里爬的时候 发现它坡度还是挺大的 这个山坡度比较陡 因为元舍喜欢比较陡的这个山坡 它比较擅长爬石头坡 这样其他的这个普世者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太容易追上它 大自然残酷的生存法则 在元舍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一方面它们是鹿类动物中比较原始的类群 体型较较 舍利 狐狸 东北湖等都是它们的天敌 另一方面 因为不善社交 喜欢单独活动 没有同伴可以共同防御天敌 所以元舍对栖息地的要求非常高 陡峭的山坡和岩石山底是它们的首选 它们提爪坚韧 极善跳跃 能轻快敏捷地在悬崖峭壁和岛墓上活动 所以这里的地理环境不仅利于它们躲避天敌 还能减少人类的干扰 爬了大约30分钟后 猪士兵有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发现 这块有粪面 粪面 是什么动物的粪面 动物的粪面 看一看 这一坡黑色的 挺大的 从那个大小和形态看的话 这是熊的粪面 熊粪 你怎么确认呢 我看 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是能有这么大粪面的 主要就是野猪和黑熊 然后这个形态是黑熊的粪面 和野猪它是截然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判定它是黑熊的粪面 它是这样一截一截的 每一截的这个长度还差不多很均匀 您能判断它是待什么时间留下的这个粪面吗 它现在还在不在我们周围 这个粪面从这个已经涨没的情况看 它应该有两三天了吧 两三天 所以我们应该是安全的 从粪面的体积来看 猪士兵推断这是一头成年的亚洲黑熊 为了能找到更多的食物 亚洲黑熊的活动范围非常广 极有可能是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 偶然路过这里 而就在距离粪便不远处 我们还发现了被黑熊掰断的小数 因为原射也是亚洲黑熊的捕食对象之一 所以这个庞然大物的出现 必然会引起原射的警惕 非常讲卫生有自己的洗手间 所以他是每天都会来 也说不准 因为他在他的家狱里 他可能选定几个点 然后他每个点可能今天在这个点 明天到那个点 但是他这些点都是反复利用的 原射的粪便颗粒不大 只比绿豆大一点 因为粪便和尿液大有特殊味道 所以他们每次都能找到固定的地点排便 在原射的卫生间不远处就是他们的自住餐厅 这里的苔藓 树挂 嫩枝叶等都是他们的美食 原射的实境很广 除了绿色植物 偶尔也是以些两栖类小动物来打打牙记 到了秋冬季节 他们则主要以江果 蘑菇 落叶 枯枝等为食 和亚洲黑形不同 原射的活动范围小且相对固定 一般在方圆两公里内 所以找到了原射的卫生间和自住餐厅 就意味着我们离原射的家越来越近 这是原射的卧室 它休息的地方 到原射的卧室了 这一块 你看它在这趴着这块休息 然后把它吵架得很平 这么看其实挺清楚的 对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它的个体很小 是不是没多大 60公分长 60厘米 也就这样嘛 对 它是一个体型非常小的动物 它的卧室也挺有特点的 这一块你看比那块隐蔽度就好一点 对 背靠着这个树桩啊 对 前面也是包围着好几棵树 对 所以说它对休息的地方 要求安全性很高 朱士兵告诉我们 虽然有许多原射生活留下的痕迹 但这里依然是原射活动的边缘地带 为了能获得更多的安全感 他们更喜欢在海拔更高的山顶生活 在那里 我们也更有可能遇到原射 带着期待 试着组继续向上 快要到达山顶时 挡在路上的岛墓越来越多 路也愈发难走 朱士兵介绍 靠近山顶的地方风大 土壤层较薄 所以树母扎根不深 很容易被风吹倒 随着树母密度变小 我们的视野变得开阔起来 对面的这山我们可以看到那些 白色的地方露出来的 都是我们说的石拿着生意 也都是适合原射生存的地方 都在非常难到达 人机罕至的地方 所以原射对这个人为干扰要求非常严 包括我们今天要找到这个地方 你看上来多困难 对 真的是非常地艰难地上到这 那前面还有多少距离 不远了 快了 我们快到目的地了 好 那我们就加快脚步吧 从空中俯瞰 小西安岭绵密与充裕的森林 偶尔在靠近山顶的地方 能看到一些裸露陡峭的岩石 这就是原射最喜欢的石拿着生境 这里岩石间的缝隙较大 石头本身又不稳定 人和原射的天敌都急意在这里摔倒或崴角 所以这些裸露在外的岩石 就相当于保护原射里到天然屏障 小心翼翼地走过石拿着区域 终于到达山顶 因为黑熊的意外干扰 我们果然没有找到原射 但是通过撤离一台红外相机 我们终于清晰地看到了野生原射的真容 这是一只熊性的原射 你可以看到它的獠牙 它的獠牙大概两三公分那么长吧 有五六公分 至少五六公分这么长 对 这个是公原射的特点 对对对 而且感觉它身上肌肉也很健壮 说明它在这块生活的还是挺好的 它这个獠牙不会影响它咀嚼吗 不会因为它獠牙是漏在下河外面 不影响上下河的活动 所以不影响它咀嚼 它这样的话它也不用獠牙吃东西 它这个獠牙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这个獠牙是雄性原射在求武的过程中利用的一个工具 一个是对磁性的吸引展示我的强壮和强大 第二个如果有其他熊性的话 它们可能就是互相竞争的时候 一是实力的体现 第二针发生一些斗争的时候 这个獠牙也可以作为一个武器 虽然雄性原射长着一对獠牙 但是酷似鹿的外形 大大的眼睛和长长的耳朵 让它们看上去并不凶猛 巧合的是 这台红外相机刚好在原射的卫生间附近 连续几次记录下了原射上厕所的过程 这是正在上厕所 太有意思了 它很爱干净啊 上厕所之后还用爪子 还给它埋起来 而且它马上就发现了红外相机 因为红外相机有一点微弱的红光 它们感觉它们看它们发现 特别好奇的就冲着红外相机过来了 查看一下红外相机 太可爱了 而且它掩埋这个粪面 可能也是为了掩盖一下它的气味 尽量减少自己暴露的机会 以前我们就知道 它有一些固定的生活模式 以前只是通过粪面的从泥推测出来的 现在我们通过影像就证实了 它会反复利用自己的固定的排泄地点 这部相机给我们就记录下来了 这一系列的从冬天一直到夏天的过程 除了长长的獠牙 雄性原射还有一条独特的射箱线 用来分泌射箱 一直以来 因为人们对射箱的需求 原射的生存遭受着巨大威胁 朱世斌告诉我们 从2019年拍摄到第一支原射后 他在朗湘保护区内 一共监测发现了五流支原射 但是因为周边许多 适合原射生活的生境中 并没有放置红外相机 所以他推测 这里实际的原射数量会更多 原射只是一个指示 它反映出来的是气息地的质量 这个生命生态系统在恢复 然后生命里生活的其他动物 像野猪 袍子 豹猫 蛇蜊 黑熊等等 所以这些动物都在跟着种群在恢复 这就说明就是这个地方的整体也在恢复 那么它就存在一种可能 它可能为东北虎提供足够的食物资源和生存空间 然后为东北虎提供一个可靠的家园 原射种群的恢复 不仅意味着东北虎食源的增加 更代表着这片森林生态系统恢复良好 人为干扰的减少 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回归家园 小青岸岭正在恢复本来的模样 红松林里花栗鼠无意之中成为移动播种机 雷雷果实 构建着小青岸岭成为野生动物的过冬粮仓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国家自然保护地 探秘山林之王的回归之地正在播出 在小青岸岭南路广袤浩瀚的巨大森林中 生长着一千一百多种野生植物 四十多种桥木 夏季 森林沐以阳光 植物茂盛生长 肆意生长的蘑菇 青涩鲜美的野果 高大挺拔的树木 这些我们眼中的美景 在森林的法则中是猿蛇 袍子和野猪等有蹄类动物 滥以生存的关键 猎物种群的丰富度 是影响东北虎回归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所以了解这里的植物群落 以此来推断森林中有蹄类动物的分布数量 也是东北虎潜在栖息地调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为此 黑东江省林野科学院 宜春飞远的工程师董上 加入了我们这一天的新城 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个中低海拔 400到600米左右 就是可以看到好多红松 就是这种粗的就是 这一棵 非常高的 高大的就是红松 现在这个红松应该都在300年400年以上 像我边上这棵也是三 对 至少应该是300年以上 这棵红松就很挺麻 直直的就长得 因为红松是一个就是小山岭的一个顶级的 顶级的地带植被 它的生长是需要光的 尤其它到成熟的时候 在中国广袤的徒弟上 东北大地是唯一生长有大片红松的地方 和霍叶树的蓬松不同 红松更愿意积蓄能量 抵直地钻天破云 小山岭地区的植被 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 有着明显的垂直分布规律 红松一般生长在海拔350米到800米之间 我们所在的这片红松阔叶混胶林 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之一 一棵棵上百年树林的红松在这里铺开 万木排比苍翠挺拔 为林间森林提供着丰富多样的食物 很多动物尤其是包括好多鸟类都依赖于红松子的食物来源 我们在这种有红松存在的这个森林里呢 我们能观测到更多的食用果实的这种鸟类 然后与红松子有关呢 比如说野猪 它会在红松林里找这个红松子吃 比如说纸雕 纸雕也会吃红松子 这是一个非常珍惜的动物 它也会利用红松子 然后再往下比如说像松鼠 然后红松林下呢 虽然说可能就是灌虫这样的少一点 但是它这些绝类植物呢 也是炮子的食物来源之一 所以说红松林 尤其是像这样的 生物章性比较高的红松林 是可以为动物提供一个很好的生产环境 除了红松 这片森林中还同时半生着黄蛆柳 断树等树中 地面上的草本植物也非常茂盛 不仅能给动物们提供多种多样的食物 也利于它们隐藏自己 红松作为这片森林中的顶端植物 虽然庇护了许多小动物 但是它们自己却有着强大的竞争对手 距离这棵大树不远处 一棵小树正在时刻等待机会 你看它旁边有个三四棵大红松 当这些大红松 比如说超过四百年五百年以后 它过熟的时候 它可能会经历一场风灾或者生病 它就会倒 当它倒了之后 它这个生态位就让出来了 这棵小树应该会利用这几十年迅速生长 达到这个林冠层的顶端 红松幼树细阴 橙树细阳 在小树苗阶段的六十年中 红松会先躲在阔野林下 一边闭光缓慢生长 一边等待积蓄能量 当它周边有一棵大红松过暑倒下后 密闭的森林就会打开一扇林窗 阳光透过林窗照进森林 等待了几十年的红松树鸟 就会抓紧机会快速生长 穿过阔野树林冠 猛然发力霸占天空 成为附近群落里的新霸主 现在我们就正好走到了这个临窗下面 后面就是一棵岛木 是不是就是它倒下来产生的 它倒下了一个空间 光线下来 就给这种藤本留下了生活的空间 这就是一棵 就是东北比较常见的临下的灌木 叫狗岛迷花桃 迷花桃 对 现在结果了吗 有这种 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 对 因为现在还没到它的那个成熟期 八月末这个迷花桃可能会长到 两厘米那么长 这个迷花桃实际上是很好吃的 动物特别喜欢吃这样的 浆果 这个叫浆果 因为它富含糖类 富含糖分 特别甜 口感非常好 对动物来说 这是非常好的好吃的食物 狗枣猕猴桃 喜欢生长在山地混浆林中的开阔地 它的果实成熟后鲜美香甜 是袍子 野猪 黑熊等动物钟爱的甜点 除了狗枣猕猴桃 红松林中还有一种植物刺物加 它的嫩枝叶和黑色浆果 也是动物们在下秋季节的美食 树木更体 林窗大开 不仅利于植物的生长 为动物们提供更多的食物 更是整片森林得以延续的关键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炭库 在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方面 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森林是要进行光合作用的 光合作用它会固定一些炭 所以森林还有土壤 都是地球上比较大的炭库 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森林 它的整个的生态系统比较稳定 它那些凋落物 分解物 它能被土壤动物更好地去分解 这样的话它上层雇了一些炭粥 它下层土壤也会雇很多炭 所以中国其实提出了 要在2030年之前 达到这个炭达峰的一个承诺 所以恢复森林 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对 恢复森林 恢复它生态系统 恢复森林生态系统的功能 都是对这个炭达峰 炭中和是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除了储存炭 洪森林的生态价值 还有调节气候 保护物种多氧性和含氧水源等 成年洪森的蓄水量很大 它们奇特发达的根系 就像是一座座小水库 这是它们枝繁叶茂的重要保证 为了避免争夺水源 两颗成年洪森通常都会保持 10米以上的距离 不过偶尔也有例外的情况 像这两棵红松 它们怎么根部是长在一起的 好多人都以为这是一棵树分叉了 实际上这是两棵树 因为红松的生长点 一般只有一个 红松只是说它有一个主干 这个就是应该 当时是一个松鼠的行为 松鼠把红松当成它的那个 食物来源就埋在这 埋在这它可能就忘了 这两棵红松苗就一起长出来 最后长成两棵底下连体的树 种子繁殖 是红松繁殖成活率最高的方式 而林海中的小精灵花栗树 就是红松的移动播种机 它们体型非常小 无法储存足够的脂肪 必须提前存储粮食越多 花栗树的两甲内 有两个富有弹性的带子 甲带 它们把吃不完的松子 藏在甲带中 在分散储仓于土地里 但是在花栗树的世界中 既没有足够的概念 又没有足够好的记忆 所以被遗忘在地下的松子 就有了发芽的喜悔 除了花栗树 这片森林中 还有其他动物活动留下的印记 海拔五六百米 或者说在第一点的这个区域 是动物主要的活动区域 刚才我们在这里 看到这个动物的脚印 我们看它在这个 比较松软的松根上 还挺深的 它这个脚印 踩下了很大的脚印 对 这个脚印的深度 应该在三到五公分之间 应该是个大动物吧 体重比较大 因为这个在松软的地面上 留它的痕迹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们只能根据 它踩的大小和深浅 推测这是一个 要比野猪要更大的一个动物 我们推测的可能是马鹿 马鹿 对 马鹿在这很常见吗 不常见 马鹿现在的数量 在这边数量是比较少的 但是如果马鹿种群 能恢复起来 它是一个比野猪更好的 东北虎的事物来源 马鹿是世界上 体型第二大的路来 它们主要以各种草 树叶 嫩枝等为食 一只成年马鹿 体重可以达到150公斤 甚至更高 足够一只东北虎 吃上一个星期左右 可以大大降低 东北虎的捕食次数 朱士斌告诉我们 这也是他第一次 在朗乡保护区 看到马鹿的足迹 未来 确认这里是否 有马鹿种群生存 除了这片珍贵的红松林 朗乡保护区内的其他菱形 也在为动物们 供应着丰富的美食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一片蒙古粒 它的果实 让朱老师也知道 它也应该是 动物们非常喜欢的 蒙古粒的果实 我们一般叫它叫橡木 橡木 就是一种像坚果类的果实 因为它里面富含这种 钉粉 营养物质 所以说它动物特别喜欢吃 因为它能提供大量的能量 尤其是野猪非常喜欢吃 这个橡木 尤其是在冬季 在其他食物都比较缺乏的时候 这个在雪地下面 盖着的这个橡木 可以作为它冬季的一个 主要的食物来源 和热量的来源 这就像冬天的粮仓一样 蒙古粒也叫做树 小新安岭地区的蒙古粒 主要分布在海拔250米 到550米的山坡上 和红松一样 蒙古粒的果实 也在秋季成熟掉落 它们的果实富含蛋白质和脂肪 是帮助野生动物们 越冬的优质食物 所以蒙古粒林 又被称为 动物们冬季的大粮仓 通过这几年的监测 因为我们也发现 就是这里动物资源 还是比较丰富 比如说对于东北虎 最重要的野猪和袍子 它们的种群数量还是不少的 尤其是我们通过这两天的考察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菱形 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的 左树林 红松林 它们都是在不同的季节 为动物提供不同的食物资源 它支撑了一个比较 数量比较稳定 而且数量密度也比较高的 一个猎物种群资源 然后在这种食物资源的支撑下 东北虎是有可能在这里 稳定的生活 所以通过我们这几年的监测 我们认为这里的食物资源 应该是可以支撑东北虎 回到这里来生活 研究表明 东北虎能够繁殖和浮育幼崽的 最低猎物密度需求 使每平方公里的有蹄类猎物 不少于0.5头 浪香保护区内 丰富的植物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不仅能让生活在这里的 有题类动物四季也是无忧 动物的种群种类也会逐步扩大 成为东北虎的理想家园 黑色猎手 演绎着高明的生存智慧 这只熊就把这个蚂蚁 就是给它上半步拔掉了 茂密的原始森林 带给黑熊惬意的生活 躺着了 好舒服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国家自然保护地 他们以山影之王的回归之地 正在播出 都说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带王 但是在浪香保护区内 暂时取代东北虎称王的 是另一种强壮的掠食者 亚洲黑熊 丁春河是浪香保护区的护理员 十几年来 日日在山中寻护的他 曾嘟走于这些庞然大物 在他的带领下 我们踏上了令人期待的 寻找亚洲黑熊之旅 年纪三月十号以后 就被 结束冬眠 冬眠结束了就会出来 出来就会到这些北区域 找一些吃的东西 这是什么一个菱形呢 这个菱形是一个 红松和云冷山 这种蒸叶树 然后在混杂着 多种阔叶树的一个 增阔混浇里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意味着 有很多的植物资源 那食物就多 丁师傅在这里经常发现熊 应该是和这里的食物资源 夏季食物资源比较丰富 有关系 在强壮的身躯和令人打寒的名声背后 亚洲黑熊其实是标准的杂质性动物 因为庞大的身躯要消耗巨大的能量 所以只要能吃饱 不管是荤是素 它们都不介意伸出自己的熊掌 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取食者 亚洲黑熊日常主要以植物性食物为主 嫩芽 坚果 甚至连树皮都能成为黑熊的美餐 也正是因为这样独特的饮食习惯 森林才成为了它们最理想的家园 在它们眼中 这里到处都是美食 这是您刚刚说的 黑熊会吃的蚂蚁吗 对 在头八天的时候 我来做这个相机 这只熊就把这个蚂蚁 就是给它上半步扒掉了 被熊扒掉了 对 一周之前扒的 八天 八天之前 很精确啊这个日期 您是八天前走这的时候就发现了是吗 我们去前吧 它还没有扒 加了大约有半个小时吧 这个熊就给它扒 还扒下来了 蚂蚁是亚洲黑熊在夏季非常喜欢一种零食 这种零食虽然不能让它们吃饱 但是蚂蚁卵却能为它们补充必要的蛋白质和能量 在高质量的蛋白质面前 庞大的亚洲黑熊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它们从来不会一次把一个蚁窝全部吃光 而作为效率极高的动物之一 剩下的蚂蚁会迅速重建一窝 在不知不觉中 成为黑熊源源不断的蛋白质来源 这只熊我们正好拍到它了 还拍到它了 像你远方一下就给它拍到了 您现在身上有照片吗 当时您拍的 当时拍的照片 我手机里有一张 我们看看可以吗 就是这只 非常壮的一只熊 这只熊好大呀 而且非常壮实 你看它肩膀上这个肌肉 都能感觉出来很结实 这个是很明显的是一只公熊 怎么看出来的 第一呢 它那个牛肩非常高 牛肩就是它的肩膀 再一个它有前面的一个毛 就像狮子一样 就证明它是公网 比较明显突出自己的强壮 只有公熊才会有 母熊没有 母熊没有 这个你看它胸下 有一个白色的 像月亮型的白斑 这就是黑熊的特征 因为胸前有明显的 V字形白色斑 看上去呈月牙状 所以亚洲黑熊也被叫做月亮熊 朗香保护区内的多部红外相机 都曾拍摄到过这只长年雄性黑熊 它的体长在1.5米左右 体重大约200公斤 浑身长满浓密的黑毛 头上有一对圆乎乎的大耳朵 虽然看起来十分强壮 但是无论是在哪里被拍到 它的步伐都不紧不慢 时不时停下来 秀一秀寻找食物 亚洲黑熊喜欢独居 除了发情期外 它们一般都单独活动 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 像这种爪痕 这种爪痕了 对 就是母熊带着它的幼崽 或者是有什么动物路过 小型树径或者是它淘气 它会爬到树上 大熊想带它走的时候 小熊它不下来 大熊就会很着急的 就是扶着这个树再往上看 但是它上呢 它又不能把小熊垢下来 因为它上面的树枝非常细 筋不住它 它也是干着急 它就催这个小熊下来 所以在这留下的爪印 对 能看出来是左边还是右边吗 这个是右边的 其实跟人的这个指头有点像 中指比较长 然后小拇指最短 是这样的 对对 像这么大的爪印 应该在200多斤 这只木熊 和爬树留下的痕迹不同 这棵树在同一高度 有三种不同的爪痕 所以丁春河推测 这是母熊在催促小熊下树时 因为心情交集而留下的痕迹 小亚洲黑熊在一岁半或两岁之内 都跟着妈妈一起生活 和妈妈一起在森林里觅食 散步 认识自然环境 也在淘气的过程中 学习各种生存技能 爬树是亚洲黑熊 终生受用的技能 可以上树觅食 还能躲避敌害 对于小亚洲黑熊来说 它们最大的敌人 是成年的雄性亚洲黑熊 为了能繁育自己的后代 成年雄性的亚洲黑熊 在遇到待宰的雌熊时 会残忍地杀害小熊 为自己赢得交配繁育的机会 丁春河告诉我们 就在我们来拍摄的前几天 这里的红外相机 还曾拍摄到过一只 刚成年的雄性亚洲黑熊 这是晚上的时候 对 晚上这个红外相机 拍摄的就是黑白的图片 躺下了 好舒服 这样 地上还在蹭了蹭的 脚都超天了 感觉它一定是很喜欢这个地方 很舒服的样子 无有无虑的 这已经进入到一种非常放松 非常舒服的状态了 说明它已经 不管是对这个地方的安全性 还是说对自己的舒适度 都感觉非常满意 近几年 朗乡保护区内亚洲黑熊的数量 逐点增加 由最开始的几只 已经增长到今年的近20只 理论上 亚洲黑熊也是东北虎的捕食对象 但实际上对于东北虎来说 亚洲黑熊存在的意义 远不止猎物这样简单 我们可以这样考虑 就是如果说我们是东北虎是吃野猪和袍子的 如果这个生态系统只有野猪袍子 那么东北虎过来之后 它们形成的是一条类似直线的结构 那这个结构呢就很容易受到干扰破坏 然后竟然影响东北虎 如果这个区域内呢 比如说它有个这些食物资源 有野猪有袍子 还有其他的动物 然后还有黑熊 中熊 或者说还有蛇蜊等等这样的捕食者 它们就形成了好几条交错的这种一种网格结构 这种网格结构呢 相对来说要更复杂更稳定 即使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它也不会引起影响整体的稳定性 也就是说黑熊 还有蛇蜊啊等等这样的中型捕食者的存在 它会对这个就是有题类的种群 有一个健康的促进作用 然后同时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食物网络 稳定的食物网络 这样的话它会给这个东北虎的生存 提供一个更稳定的条件 浪香保护区内 一片片正在恢复的山林 剑密又林洞 它们不再有人为干扰 小心安定身处的精灵原舍回来了 它们四季为动物们提供丰富的食物 动物成群的热闹景象也回来了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东北虎会再度回归这片阔别已久的家园 重现虎啸山林的景象